生命的基本法则 6.反应法则 地球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学习场 在这里,你总是得到照镜子看自己的机会 宇宙的镜子是如此诚实、精确 因此,你最深层的秘密显示在你自己的反应影像中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与情境都是你某个部分的镜子 在里面的,如同在外面的 当你看到镜中的自己时,你可能不喜欢你所看到的 你可能会声称这个反射是扭曲的 但是很少坚持说那完全不是你,而是另一个人 当宇宙在我们的生命中呈现给我们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时 这就等于是一面镜子 我们可以大声责骂或是否定它 然而,反应的灵性法则提醒我们去照镜子 然后改变我们自己 当你照镜子时,你看到你的眼睛沉重且疲惫 你不会去尝试改变反应 你会吃健康的餐点,多睡一会儿觉 好让这个印象改变 当在你生命中有某个人你不喜欢 当然,你可以花时间与精力去调整或改造他 如果你这么做,就是尝试去改变反射的印象 这是一种拒绝的形式 如此做的人被认为是拯救者 他们宁愿花时间去改变反应 也不愿在自己的身上下功夫 当你了解到反应法则后 你将再也不会尝试去让别人变得不一样 以便使你觉得更舒服些 以观察外在,然后去改变内在 在你生命中那些你不喜欢的人 显示出你自己某些感觉不舒服的面向 如果你有一位朋友似乎很冷漠无情 问问你自己是否是铁石心肠 如果你的小孩是有敌意的 看看你自己内在的愤怒 想象你的老板是没有组织且一片混乱的 倘若你对自己的和睦与责任心感到骄傲的话 你可能对于他与你如此不相像 而感到非常生气 可能有相当的理由告诉你自己 他不是一面镜子 然而看看你内在不整洁的那一面 也许有一小部分的你想要无忧无虑与不负责任 如果当你是小孩时 你被维持在紧绷的纪律中 或是你被高度的期望所要求 可能有一部分的你是恐惧犯错 或是粗心大意的 如果你总是必须负责任与在控制中 放下是很可怕的事 你内在想要不负责任的那部分 反映在你四周的人身上 在某种程度上 你是对你老板生气的 你弃他在镜中显现出你混乱的那个部分 如果你生命中的某个人 有一个特质并不会困扰到你 也不是反映出你的某的部分 那么你根本不会注意到他 别人身上的某一个特质 越是困扰到你 你的灵魂就越会尝试描绘一个印象 来吸引你的注意 所有你真正喜欢的人 是在反映出你对于自己感觉很好的面向 举一个你喜欢尊敬或是敬仰的人 想想有关你喜欢他的特质 那些特质多少在你内在也有 如果内在没有这些特质 你就不会吸引那个人 也不会注意到他们的那些特质 宇宙的神奇镜子向你显示出 也许你还没有接触到你美好的部分 借由练习这些特质来增加它们 将会有更多有这些特质的人 进入到你的生命中 如果宇宙想要吸引你对某个东西的注意 它将给你三面镜子 让你一次看个够 一位客户告诉我 这个星期我看见三只折翼鸟 这是要告诉我什么 你不可能带着破损的翅膀飞翔的 我建议他 看着他感觉自由被削减的地方 他马上说 他丈夫不希望他参加工作坊 因为他花了太多的时间远离他丈夫 他确实感觉受到限制 宇宙向他反映回来 他感觉他的翅膀受损了 该是他与丈夫沟通的时候了 如果你一天之中看到三个盲人 这可能暗示你没有看到某个东西 如果你注意到三个意外 你可能认为你进行得太快 或是正导向一场灾难 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反应 水反应正发生在你情绪 或是灵性上的东西 如果你的情绪正在泄露 换言之 你有未流出的情绪 你可能发现水龙头在滴水 暖气在漏水 我知道某个人的屋顶漏水 而水滴到他的离婚文件上 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被水滴到 只有那些文件而已 他从来没有真正去处理 关于他婚姻破碎的感觉 河流 湖 与海洋 携带了一种情绪与灵性的生命力 你是被汹涌的海 还是宁静的湖所吸引 记得水 也是象征洗涤与净化 火是炙热与明亮的 一个萤火或壁炉的火 可能象征一个宁静的中心 一场狂暴 难以控制的大火 反映出所有借由它来呈现愤怒与敌意的面向 火也是一个很棒的转换负面能量的媒介 土是坚固的 却可能是令人窒息或无趣的 如果你深陷泥泞中 这表示有些关于你人生的事情要告诉你 一场地震告诉你 以为你的生命地基很安全 其实不然 从土地里有新的生长 空气有很大的能量 它代表了沟通与新观念 如果你坐在一股使你脑怒的气流中 这可能是某个人的沟通 激怒了你 一阵暴风正吹走一个区域过时的思想 同时预告新的来临 新鲜的空气也吹走蜘蛛网 你车子的每一部分代表你的某个部分 如果你的刹车失灵 它也许在警告你 停止某件你正在做的事情 灯坏了 你可以看见你正往生命中哪个地方前进吗 尤其被刮掉或撞击 你感觉正在倒塌或是被撞击吗 或许你正在批判你自己 喇叭拒绝发出声音 是时候为你自己大声的发言了吗 轮胎有一个刺动 你感觉在泄气吗 有人让你失望吗 你是如何使自己失望 或是没有支持你自己 耗完电的电池 是否在暗示你 你觉得自己精疲力竭了呢 你已经耗尽能量了吗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个反应代表什么 谈谈看这个机器的功能是什么 举例来说 我的车钥匙里面有电池 我的备用钥匙的电池没电了 在我有时间去处理它之前 另一只钥匙也没电了 我的无法工作已进到我的车子里 备份钥匙允许别人进入我的车子 我的钥匙容许我进入我的意识里 电池是供给钥匙燃料的能量 当两只都用近时 它们反映给我的是 我太累了 以至于无法给其他人或我自己任何东西了 齿轮促进从一个速度到另一个速度的移动 如果它们正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你在你的生命中难以做出一个移动 或是转变关于某件事的意识 动物反映出它们主人的品质与特性 一只有良好纪律 美好本性 友善的狗 反映出你可以信任这个主人 并且感觉与他人在一起很舒服 一只狂野喧闹的动物 警告你要小心它的主人 即使它表面的印象是一个温和的人 我们是复杂的人 拥有不同的动物反映出我们不同的面向 你的猫反映出你冷静客观的工作模式 然而你的狗显示出你的生气勃勃 友善的居家人性格 问一问某个人 它的动物像什么样子 你将学习到有关它的个性 当我在写这一章时 同时间我读到有关不同的狗的特质 与态度的一篇文章 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一只狗 来与我们匹配 稳定 可靠 宽容 性情温厚的类型 包括矮角长耳的巴基杜猎犬 侦探犬 米格鲁猎狐犬 斗牛犬 圣伯纳狗 大型迅马犬 士提夫犬 爱尔兰猎狼犬 及芬兰犬 聪明可以接受训练且激紧的狗是 杜兵犬 卡迪肯科基犬 喜乐地牧羊犬 与贵兵犬 具有保护性的狗 是由领土概念与统治性的 像是 全狮犬 洛威拿犬 牛头梗犬 斗牛熬犬 松狮犬 布鲁马士提夫犬 与大型雪纳瑞犬 友善深情的狗是 边界牧羊犬 长驯牧羊犬 英格兰雪达犬 英国小猎菊犬 黄金猎犬 英国古代牧羊犬 拉布拉多犬 扎里士王小猎犬 与可卡犬 独立且有强烈意识的狗 包括阿富汗犬 万能梗犬 大麦丁犬 埃及灵蹄 爱尔兰雪达犬 阴达犬 与猎狐犬 有自信 自发性常常很大胆 鲁莽的狗 包括 杰克罗素梗犬 迷你平犬 西高 弟弟白梗犬 约克夏梗犬 和爱尔兰梗犬 前后一致 自己自足与爱家的狗 有吉娃娃 猎长犬 惠比特犬 扎里士王猎犬 巴格犬 中国北京犬 波士顿犬 和马尔基斯犬 所有的动物 植物 树 甚至是水晶 都代表某些特质 你家花园的橡树 反映出你扎实 依赖的一面 由于在集体头脑中 持有对昆虫的恐惧和厌恶 昆虫通常映照出我们黑暗的一面 如果你的花园是艳丽于多彩多姿的 它具体化你外向的部分 无论你是否有异象的显示出来 如果花园是非常整齐 井然有序的话 你很可能有同样的特质 一座家庭式的花园 将反映出主要的家庭特色 不论有什么进入到你的生命中 像照镜子般去看看它 要教导你的是什么 一旦我们了解反应法则 我们可以藉由看到生命中 正在告诉我们的东西 来扩展我们的灵性成长 我们在地球上的旅程 变成是一个迷人 美好且令人兴奋的经验 有两种方式来诠释 你在镜中看到的是什么 一种是你正看到你的投射 另一种是你正在看你 已经受到吸引的面向 要找出一个投射 谈论关于一个人或是一个情境 比如你可能说 你是一个很慷慨 但令人恼火的人 看看你内在慷慨的部分 以及你令人恼火的部分 找出你是如何吸引反应的 觉知到一个人或是情境 如何使你有感觉 举例来说 我感觉无法胜任 向你显示你的不足够 永远不要尝试去改变其他人 因为他们正在反应你 所以往内看 然后改变你自己 生命的基本法则 7.投射法则 在地球上 我们的面向被反射回来给我们 所有我们觉察到的外在自我 都是内在某个东西的镜子 因此我们看到外在自我的一切都是投射 我们取一个自己的面向 比如倔强 然后想象那个特质 是在那些围绕在我们周围的人的身上 我们常常投射自己的东西到其他人身上 好坏两者都有 然后假设那是他们的内在 而否定这是我们的内在 真相是你只能看到你自己 你只能听到你自己 你只能与自己说话 你只能批评你自己 你只能赞美你自己 每一次当你说这些话 你是什么 他是什么的时候 你正在投射你自己某样东西到其他人身上 这可能是你真奇怪 在这个例子中 你无意识地看到你自己的怪异 在那个人的内在出现 当你说他是愚蠢的 你是在投射你自己的愚蠢到他的身上 或者那可能是 你是很棒的 因为你在别人内在看到你自己的美妙 如果你告诉其他人 他们是聪明的 却不接受你自己是有智慧的 你正把你的智慧投射到外在 当我们假定别人与我们有同样的感觉时 这是一种投射 你对那件事一定感觉糟透了 或者是你一定感觉如此的欢喜 两者都是投射 你正把你的感觉加在别人的身上 他们可能感觉完全不一样 没有人喜欢我做的布丁 是一种投射 你描述某个你不认识的人说 他当然喜欢马 也是一种投射 Joe的婚姻不快乐 而Kate爱他的先生 他有一段真正支持的关系 Joe经常告诉Kate 你应该离开你的先生 他把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 他的婚姻的那一部分 投射在他的朋友身上 我们把自己的恐惧投射到这个世界上 我听到某个人跟他的伴侣说 你是一只老鼠 你没有勇气为自己站稳立场 他没有勇气可能完全正确 然而除非 他的某个部分害怕为自己站稳立场 否则他不会觉察到这一点 尽管他是一个大女人 他把自己胆小的那一部分 投射到了丈夫的身上 你没有幽默感 仅仅是指另一个人 没有与你相同的方式来看着这个世界 他们可能有极好的幽默感 但却是一种不同的幽默感 你实际上是在批评自己 去想象别人有着我们希望否定的内在特质 要更舒服多了 如果你埋藏你的敌意 然后以被动的愤怒表示出来 你将投射敌意到你四周的那些人 然后想象人们是激进的 不论他们是否如此 你将有选择性地想象出愤怒 或是威胁的态度 即使那里没有人仕途或表现如此 那些投射他们的恨意的人 认为每个人都企图有恨意 一位年轻的女士向我抱怨 她的伴侣一直告诉她 你不知道如何去爱 在我解释投射法则之后 她认清她的伴侣正在说 她自己的某个部分 这可能与她有关或者毫无关系 于是开始看看 她关闭自己的新的方式 我们投射自己的不安全感 与信誉到其他人身上 一个对其他人的道德 有偏执狂的人 是在投射自己潜在的不道德 一位怀疑她所有的员工 都在欺骗她的老板 是在投射她内在的欺骗 因此她可能理所当然的吸引了欺骗 一位太太持续地谴责 她忠实的丈夫不忠诚 是在投射她自己 对这段关系缺乏信心 如果你听到某个人 在说另一个人 她是一位顽固的女人 你会想知道 这句话的人的顽固性 某个没有这种特质的人 不需要说别人有这个特质 因为我们当中有许多人 不承认或不相信自己的美好 我们也把自己美丽 仁慈 有力量与杰出的部分 投射到其他人身上 每一次当你认为 人们有美好的特质时 记得在你内在 也有那样的品质 否则 你不会在他们那里 看到那个特质 我们把自己的爱 投射到其他人身上 我们的友善 慷慨 善良 也是一样 一个天生就很亲切的人 会想象他四周 所有的人 也是很亲切的 一个非常慷慨的人 也会期待别人这么做 当一个情侣在恋爱中 是在各自投射 他们内在的美 到对方身上 看到我们的光芒扩大 然后反映到 另一个人身上 这提供一个灵性成长 很好的机会 在爱中 是一种恩典的状态 一般性的投射 非常普遍 比如 每一个人都害怕考虑 所有的女人 都是喋喋不休的 小孩的功课很难 把这些投射翻译成 我很怕老虎 我的某个部分 是喋喋不休的 或是很喜欢闲聊 以及 我发现 我小孩的功课很难 就只是为 任何属于你的部分 负起责任 把你自己投射到 每个其他人身上 让你不能为自己 负起责任 大多数的人 甚至不知道 他们正在说的特质 实际上 就在他们内在 这是一个 很有力量的 否定形式 投射 可以创造出 乒乓球的游戏 当两个人 彼此咆哮 每个人都谴责 对方的不是 两个人都在 投射自己的 愤怒与恐惧 有句谚语说 五十步笑百步 确切地描述了 投射法则 没有看到 自身的黑 反而看到 其他人 是如此的黑 你只可能 跟自己说话 当一对父母说 你是一个 很难相处的孩子 他们是在 投射自己 到他们的子女身上 这真的会 毁了一个小孩 他还不了解事实 那就是 这完全与他无关 而一切都与 他父母有关 一个母亲 爱他的婴儿 不断告诉 这个婴儿 他是多么的 美丽与可爱 这是正面的 投射他敞开的心 他在这个过程中 点亮了两个人 这里有一些 投射的例子 你是个鸡婆的人 我感觉你在管闲事 做一个军人 很困难 这个世界是一个 很可怕的地方 当我们停止投射时 取而代之的 是为自己的感觉 负起责任 我们可能说 当你问这些问题时 我感觉不舒服 或是 这是我个人的事情 你会说 我发现当一位军人 非常的困难 或者 我觉得世界上 正在发生的事 威胁到我 甚至有高度经验 与客观性的专业人士 也会透过有色的眼睛 来看这些情境 当我们有人类意识时 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当我们百分之百超然 能够从一个全人客观的位置来观察时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透一个人 或是一个情况 到了那一刻 我们最好能从我们的生命中 切除投射 你的生命就是你所经验的 其他人或许有非常不同的生命体验 因此观察你的投射 然后在自己身上下功夫 了解到这个法则 提供个人与灵性成长 巨大的机会 你不知道 别人的感觉是他的状态 你在其他人身上 看到的每一样东西 都是你自己 一部分的投射 在其他人身上 在其他人身上